自拍标认为机芯不单是零件 还是设计美感的构成要素 所以品牌创办人之一 气制标师 就在1860年设计了 陀菲伦怀标机芯 样貌是三个平衡 两边为箭嘴造型的金质桥板 也就是标迷所称的三金桥 这三桥设计由上而下 分别是固定的发条盒 中軸和陀菲伦框架 以创生的设计展露了 更多精美的基芯结构 这个三金桥基芯 在1867年获得 纳沙泰尔天文台一等奖 但是一举成名的契机 就是在1889年 以三金桥怀标 奪得巴黎世界博纳会金牌奖 这只金牌标的标盖 是由艺术家亲手雕祭 最后就被墨西哥总统 立入收藏 而得奖树荣 也都令三金桥享有 标中蒙罗麗沙的比喻 也都因为芝柏已经申请了专利 所以标界就没有人能够效仿 这个这么精美的结构了 之后经历了世界性的战事 以至到瑞士中标界经历石鹰风暴 芝柏三金桥都还没有新作 直到芝柏在1991年 庆祝品牌200周年 就将三金桥陀菲伦怀标的所有要素 复杂在碗标上面 令到沉寂多时的三金桥再度复活 除了固守金质三金桥基深的光荣传统之外 近年来芝柏也不停挑战研发新的三桥材质 在06年推出以南宝石水晶打造的陀菲伦标 在2017年更加朝科技的设计卖进 发表PVD道陈的噴纱修饰成黑色 而且只有两条桥板的泰金属标 还有今年推出的柳空新三桥陀菲伦标 都大大颠覆了传统设计 也展现了芝柏在创新和延续经典之间的进步 我们要仇恨的其实都是共产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